每一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 好灵啊 说起玉女掌门人 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 绝对是香港女星周慧敏 要想成为玉女 外形根气只要清新脱俗又透明陈彻 要洁白无暇又温文尔亚 不愿华顺有光泽 只喜欢你也会喜欢 周慧敏能当到掌门人 他的美貌绝对是笑傲花丛 千年难得一遇 跟他不熟的人会认为说 周慧敏一定是文静的那一种 可是其实他出道的时候呢 是你一开始考进 是考进香港电台当主持人的 对啊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考DJ 因为其实我平常是很害怕讲话的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比较是聆听的一个角色 都是不爱说话 我不知为什么我会这么大胆去考DJ 考DJ 1985年 18岁的周慧敏参加新秀歌唱大赛 立即受到电影公司高层赏识 却遭到母亲反对 隔年他在战香港电台业余DJ大赛 击败三千名对手 一举夺的亚军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在香港已累积不少人气的周慧敏 1992年推出国语歌流言 不仅成功开启台湾市场 更跃居无数男人至今的梦中情人 台湾的摩托车都有挡泥板 挡泥板上面都是摆 他们最爱的女生的照片 所以那时候你的照片都在那个挡泥板上面 有人说周慧敏根本不需要唱歌 靠那张完美无瑕的脸蛋 也能在演艺圈毅力不摇 然而脸虽让人无可挑剔 他的感情路确实外界十分恶腕 周慧敏跟尼正的消息 他现在都很公开的谈 我不知道当初开始交往的时候 在香港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吗 是不可以讲的吗 可以讲可以讲 因为是我们一起很多年了 我们1989年认识 当时我们香港电台 邀请我们当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叫明清叫摩托时代 就要两个年轻人 用年轻的角度去谈时事的 那我们就是一见如故了 他说呢 一阵就说 你比我想象中要见谈 认识你之前呢 我以为你很安静的 然后你就回答说 我很爱说话的 可是呢 你知不知道认识你之前 我认为你是怎么样子的呢 说出来你不要生气哦 一阵就说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啦 说啦 我不会生气的 周慧敏就说 我觉得你呢 肯定是很公子哥 叮儿郎当 不羁啊 就是很不好 很不守规矩 然后挥霍 还有乌气很多钱 乌气很爱花家里的钱 很爱花家里的钱 是爸爸的钱他乱花的意思吗 哇 我一认识人就这样跟人家 1989年 他和倪正因一起主持节目而相识 二年后公开承认交往 与女谈恋爱 震惊社会 每个人都好奇 到底是谁能让女神为之倾倒 这位倪正啊 不只长相帅气 他的家世背景也不简单 爸爸是知名科幻作家倪匡 本人会写作会主持 还懂得经商办杂志 根本是书里走出来的完美富少 1993年 周慧敏跟着倪正到他爷爷的丧礼上 首次见南方家长 那一天他默默做事 受到了南方家人青睐 但青睐没多久就传出分手 倪正已请港姐陈法荣 当时有传闻说 倪正与周慧敏并未正式分手 当倪正与陈法荣公开后 周慧敏忍无可忍约了陈法荣出来谈判 还传出他赏陈法荣巴掌的消息 这段惊心动魄的三角链 最后以倪正回到旧爱周慧敏身边坐结 一念完书就进入演艺圈 真的十年了 每天都在工作 但是我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小女生 我应该在我的个人的需要 我的一些价值观 跟我的想法应该会不一样 因为长大了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时间可以停下来 去好好去想想我自己的事情 我连照顾自己的机会都没有太多 也不懂照顾自己 所以那个时候我男朋友就有一个打算到外国去生活 那我就那我就说啊 好那我们就一起去 过一下普通人的生活 然后就就重新学习怎样去 原始自己啊照顾自己 然后就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1997年周慧敏依然决然宣布退出演艺圈 跟着倪正移居加拿大 然而才待了一年 远离香港的倪正 竟与名媛姚乐弼传出绯闻 作为周慧敏的男友 他替姚乐弼新书写叙实 竟已在言谈上达到颇为剧烈的高潮 来描述他与姚乐弼的关系 不止如此 之后他写给姚乐弼的情书也跟着曝光 假如你不是结了婚 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是舍命相陪定的了 慧正恋情因此告急 倪正只好与姚乐弼绝交 划清界限 2003年 周慧敏与倪正回港定居 隔年复出 然而回到香港后 倪正藏不住信仰 陆续传出追求香港女星陈颖言 大陆女魔陪备等 偷吃前科累累 其中最伤周慧敏的 正是2008年12月 倪正在夜店积文女大声画面曝光 强力席卷中港台的娱乐头条版面 任了这么多年的周慧敏 这次终于决定放手 但发出的声明字里行间 看得出他人是向着倪正 我与倪正事于为时 一起共度不能竞算的高低起落 走过近20个年头 绝对不是在一般人的准则下相爱 没有倪正 成就不了今天的周慧敏 我敢大胆向各位说一句 我的伴侣绝对犯得起这个错误 而这句话只有我一人有资格去定论 在声明的最后他更说 我没枉费与倪正轰轰烈烈的爱过 永远刻骨铭心 此生无憾 分手消息一出 粉丝 社会狂欢 女神终于离开纠葛19年的花心男了 就在事发13天后 倪正向外界宣布 慧敏答应嫁给我了 我们已申请注册结婚 并于2009年1月高调举办婚礼 这发展也太风回路转了吧 咱们回头看一下 倪正当时是这么说的 动摇过 才懂得坚定 失去过 才学会珍惜 一场风波 令我们更了解互相的爱 四方压力 使我们更体会到彼此的不可分割 试炼 成就了信心 而周慧敏则说 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痛苦 因为每一个人生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或者是难题要你去解决 但是真的 对我来说是很小的事情 我们经历过了可能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大爱 然后发觉原来双方都不可分割 本来以前没有想过的 突然间发觉很想去成为夫妇 所以就做了这个事情 在外界眼里 倪正早已跟花花公子画上等号 无法理解周慧敏怎还愿意嫁给这个男人 更预言这段婚姻一定不会长久 甚至人才两失 然而他不管外人如何说三到四 最终人遵从自己的内心 选择了倪正作为人生伴侣 可见周慧敏其实不像外表那样柔弱 他不因社会舆论迷失自己 不随意迎合粉丝期待 知道自己要什么 知道自己与倪正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是任何风吹草动都难以摧毁的 因为其实我跟我丈夫的角色 其实他是照顾人的一个 我是被照顾的一个人 不是因为我需要照顾 因为我的丈夫他是很懂得 他很享受去照顾人的 所以平常去超市场买东西 处理家里的家务都是他的 你晚睡的时候是可以 不用管另外一半的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晚睡 其实我们都是 我们的作息时间 做时间都是比较奇怪 有时候两个人都在天亮才睡觉 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书房 所以我们都在我们不同的书房里面 玩电脑 有时候他写东西 有时候我为我的工作 我要喜欢在家里做很多工科 很多research preparation 我会做很多 所以我就主要在晚上才有这个集中 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八九年认识 已经这么多年训练了大家 所以可能对方一个动作 一个表情 我们都知道什么需要做 什么还是不要做 不要说 所以都是很清楚 所以都不会很容易去 令到对方生气 比较小发生的 看着他们十周年的纪念照 周慧敏说 遇到你之后 就是幸福快乐 长话短说 我们结婚十周年 短短的文字透露出 他确实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那要不要生孩子 他说 我与我先生很多年都有共事 二人世界比较适合我们 没有要宝宝的计划 慧敏如果 就是说有一些人家 勉强你做的事情 你不喜欢做的话 你就会一开始就跟人家讲说 这个我不做 因为勉强去做 我觉得心里面很痛苦 我应该要 当时就要改变这个情况了 回顾他这一路走来 在应该拼事业的时候 他移居加拿大 在外界认为该结婚时 他认为不必要 在应该放弃偷吃男的时候 他选择原谅 在外界认为要生孩子的时候 他选择维持两人世界 每个阶段 面对女人被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他每一个做到的 无论是在龙蛇杂处的演艺圈 或是人被传统观念束缚的社会 他都是最最难得的存在 而他与妮正如今已结婚13年 在这段历经许多风波的感情中 他展现了他的坚定与包容 或许对方不是外界眼中最好的 但就像他说的 要维持感情 只要尊重对方的需要与追求 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空间与支持 就没什么过不了的